Hello, 大家好, 臨近晚聖節, 我送一個簡單一點的麵包造型給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的就可以拿回去做一下, 記得做完做功課 首先你們看完我桌上有一塊硬扁麵團 硬扁了之後, 其實你們用什麼麵團都無所謂, 最重要是你們自己適合吃就可以了 然後我今天用的是法包的麵團, 把它硬成一個三角形 然後時間關係, 我已經在旁邊, 你看到旁邊的每一道都切開一刀 切開一刀, 但留在中間的位置, 而且頭頂的位置是不用切太多的 然後你中間可以隨意放餡料, 我就放一條香腸 然後我們首先就在頭那邊, 好不斷地在裡面屈一屈 做一個木乃耳的頭 然後我們就開始順著這個邊位, 慢慢逐條逐條地薄下去 這個位置 стан上它的散布, 在這一個零部 然後再用的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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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開一刀, 來一刀, 第二種dr Judy 我來點的話 我們會想請 從我們說說 我們現在把你的零部 這件事就能進入 真心的負責 不要, 我看到你 待在這一個零部 在這一個零部 這邊 在我們說 我們就怎樣 去到尾這個位置 收一收 然後再拔一拔肩膀位 拔一拔肩膀位 整個木乃伊的造型已經出來了 不用包得那麼緊 看見有些內向位也不怕 因為到發大的時候 他們自然的位置就封了 最後如果有麵糰多 就可以弄少少麵糰 包起來 整個木乃伊的造型 記得發大的時候 才在這兩個位置加上眼 加上兩隻眼 因為現在加上眼 很容易會掉出來 今天教的大家 就到這裡 大家有機會就試試做吧 拜拜